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机遇频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19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先来鸣谢,先哥白老,谢谢,拜德网格,谢谢 同时感谢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欧洲真理报刊登文章称 美国众议院的一些议员提出了一项关于审计对乌克兰援助的法案的草案 该草案的起草者是马乔里·泰勒格林 他在国会中期选举期间,对选民的承诺就是不给乌克兰一番钱 另一名起草者是将乌克兰人比作炮灰 并提出让俄乌双方领导人到他代表的州谈碰的建议而玩名的保罗·戈萨尔 该文件若通过,国会必须在两周内受到所有与拜登担任总统期间 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民用和财政援助有关的文件 目前看来,由于民主党守住了参议院 并且虽然丢失了众议院,但差距与共和党不大 所以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来自众议院的阻挠力度不会太大 但肯定会遇到一些阻力 美国共和党的一部分议员,一再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猜测华盛顿在没有经过适当审计的情况下 向乌克兰翻配了太多资金 其实,这类怀疑完全是一个借口 乌克兰连U24平台这种几乎没人要求监督的资金 都请德勤来做审计 定期向全世界援助者做汇报 他们可能对关系到生命线的美国援助的审计掉以轻信吗 自开战以来,美国已经提供给乌克兰巨额援助 迄今为止,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关于援助被挪用 被浪费,被藏匿的信息 乌克兰接近所能将援助用在了正确的地方 这不仅是为了对援助国有交代 更是对本国人民的负责态度 被背后捅刀子的感觉并不令人舒服 另一条消息 似乎是为了澄清美方对乌克兰暗中施压与俄罗斯谈判的传闻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 只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能决定与俄罗斯开始谈判 他再次说明 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愿意承担施压乌克兰进行妥协的道义指责 尤其是民主党失去众议院的当下 更不愿意因此被共和党抓到攻击的把柄 对于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 战争甚至可能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收复所有领土之前结束 他认为如果乌军收复断念茨克或者卢干斯克 俄军会发生系统性的崩溃和撤退 那时候战争会提前结束 了解俄罗斯历史的人都知道 波多利亚克不是辛苦开河 克里米亚战争打到一半望见绝无胜算时 亚历山大一事自行了结 一战时并不是德军退到莫斯科才导致沙皇统治的崩溃 而是战场上俄军的惨重伤亡 以及战争潜力的耗尽才诱发了革命 对于这个福音强人的民族而言 当惨重的失败之后 不管是新沙皇还是老沙皇都会被他们臣民所抛弃 三、俄联邦理事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弗拉基米尔扎巴罗夫表示 因为波兰拒绝了代表团成员的签证 俄罗斯代表团不会参加定于下周在华沙举行的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秋季会议 波兰外交部发言人贾西娜斩钉接铁的表示 我们不希望拉夫罗夫来罗子 这意味着刚从G20峰会及其憋屈归来的拉夫罗夫 不会参加这场依然让他心情不畅 甚至被围攻的会议 波兰此举就像是驱逐俄罗斯外交人员一样 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事实上让一个给欧洲安全造成巨大不安全的国家 参加这种会议 那这种会议本身不开也罢 尤其是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 造成两名波兰平民死亡之际 以波兰的民族性格给他们拒签 再正常也不过 说到普热沃多夫村导弹袭击事件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表示 如果停止支持乌克兰 战争将来到波兰领土 他说我们还不知道 普热沃多夫事件的确切情况和百分之百的原因 但我们确切的知道 根本原因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对于乌克兰一旦挡不住或者战败 他警告说 今天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将波兰拖入战争 而这种方法就是背弃乌克兰 显然 对于导弹究竟是来自乌克兰还是俄罗斯 波兰官方的说法依然较为谨慎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17日表示 乌克兰专家已经抵达波兰 他说我们希望专家们能与波兰执法部门合作 迅速进入现场 乌克兰方面此举当然是还自己一个清白 证明纳美导弹不是来自乌克兰 让这起乌克兰和美国波兰等国 说法迥异的导弹袭击事件 虽然真相可能就像北溪二号被炸那样不了了之 或者数年之后才被披露 但表明了至少 截止目前北约不会因为这场战争而进入战场的态度 当然在对乌克兰的支持方面 欧美并没有出现动摇 也翻番将责任归咎给俄罗斯 俄罗斯17日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规模远不如15日的那一次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在基辅地区被击落的 从俄罗斯战略轰炸机上发射的一枚KH555巡航导弹中 发现一个模拟核弹头的配重块 这不是爆炸物 这枚导弹当然也就没有爆炸 简单分析就是 这使俄军的导弹库存数量不足 只能把导弹里的核弹头拆下来 配上一个模拟弹头 俄军甚至没来得及天冲炸药 难道俄方仅仅用这枚 根本就没有杀伤效果的导弹 耗费乌克兰宝贵的防空系统吗 对俄罗斯方面而言 这当然不够经济 因为这款学好导弹的造价 要比西方援助给乌克兰的防空导弹更高 这当然不排除是俄军临时拼凑 为了完成发射导弹数量指标 管它能不能爆炸 先把导弹数量凑过了再说 就像此前俄军在顿巴斯和乌军的炮战 不管精度如何 也不管杀伤力大小 反正每天发射完五万发炮弹就了事 乌军的发射炮弹数量 虽然不足俄军的十分之一 但乌军并没有被俄军的这种炮弹数量给唬住 当然 另外一点则可能是 以这枚未爆炸的导弹来提醒基辅和西方 不要把俄逼急了 俄是真会下弹的 并且是下核弹 这当然是对最近俄方通过种种渠道 要和乌克兰进行谈判前的一种力量展示 表明我们是不会无条件投降的 总体来说 在导弹袭击造成波兰边境穿撞爆炸 至两名平民死亡之后 俄罗斯方面在用这种核导弹进行假弹头模拟 对基辅和西方的挑衅意味激浓 而这种挑衅也让双方势必在战场上 翻出胜败之后才能真正做到谈判桌子 这也必然让西方对乌克兰军援武器的力度提速 质量上提高 例如F-16以及海马斯的陆军战术导弹 ATA-CMS 好咱们来简单了解一下战况 地区的袭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确认 乌军已经从断裂茨克附近的欧伯丁撤退 那是自断裂茨克机场战役结束以来 乌军占据了八年的一个定居点案 此外 俄军在帕弗利夫卡村的南郊站稳了脚竿 现在帕弗利夫卡村成为了双方争夺之地 乌克兰军方袭击了金本沙嘴上的 俄罗斯人力武器和装备集结地区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 这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南方作战司令部在脸书上说的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俄罗斯人向蒂涅波罗布格河口的港口拖船 和粮食拖船开火的地方 报告说 在金本沙嘴袭击了敌方人力武器和装备的集中区 七辆坦克和两辆装甲车已经去军事化 基地已经被摧毁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稍后再会